詞曲 李宗盛 金利 王 李宗盛 代表開 嗨 大家好 那我也是參加夯土建築Layer x Layer 的學員 這是我們最後做的成品 是一個用夯土做成的一個修憩空間 然後在一開始其實我想要介紹一下我們的講師Teamer 那Teamer我覺得他完全就是一個設計師的模範神 因為他對於設計還有建築這個部分 他非常的有熱忱、非常的熱情 而且他永遠不怕失敗 因為他會不斷地去做實驗去證明他的理論是對的 那另外就是他對於自然啊、環境啊 也非常的有理想 所以他目前其實是致力於在 就是使用一些自然建材來做他的一個建築的設計 其實自然建材的好處就是他對於環境是非常低負擔的 那在另外一方面嘛 因為他是土耳其藝人 所以他也希望說這個建材呢 是能夠讓開發中國家的人 那他們可以用比較低成本的房子去用他們自己的房子 那就是他其實就是他很喜歡做一些實驗 他有點瘋狂 因為他到各個地方去做建築之前 他都會先用當地的建材啊去做一些結構啊 還有他材料的一個確認 然後我們不時啊其實都可以看到他在工地裡面 就是跑來跑去 然後可能一天啊也是工作十幾個小時 就跟我們一樣 其實我覺得他不太像是講師 那他比較像是我們的一個partner 然後一同來完成這個作品這樣 那這個workshop我覺得跟以前的workshop完全不一樣 我會覺得他比較像是一個烹飪客 就是學習如何學習使用夯土這個東西 來煮出一道美麗的菜 美麗的建築 那其實我們平常就是像這樣 就是非常的邋遢 其實大家到可能五天都沒有換衣服 因為來了才發現是要蓋一座牆之後 大家都決定干測不要壞 因為反正最後都會髒 然後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就一個部分就是材料準備組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建造組 那這是我們所使用的材料 其他就是一些沙子啊跟泥土 那這其實就是夯土建築的一個概念 就是他利用沙石不同的一個顆粒大小 然後去填補那個建物的一個縫隙 那我們會把它放入這個攪拌機之中 然後攪拌均勻 之後會倒入我們的模具中 那我們一次其實只能做15公分 15公分的高度 那把它倒入之後呢 我們再利用人力或是機器的部分 然後把它擠壓 最後就會變成這個成果 那大家其實可以看到下面這個部分 它是比較鬆散的 因為它承受的壓力比較低 所以我們在沉雨沉之前 其實還會做一些水泥 就是讓它能夠不被雨水或是風化侵蝕的太嚴重 那我們在沉雨沉之中 其實可以加一些顏色 我們加一些紅塗啊 讓我們整個建築物的一個線條 是更加豐富更加美麗的 那我覺得在這一個 Wordshop收穫最豐富的 其實就是我們有能力能夠 就是自己從舞到有去建造一個 去建造一個建築物 然後去體會過程中 製作過程中的一些好處啊壞處 或是如何去製作的一些優缺點 我覺得這是現在工作之後 很難得有的一個經驗 而且重點是你也很難得 就是能夠跟大家講說 我在法國蓋了一座牆 然後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